新闪光棒诶 看我奶糖变成迪迦 冰 诶 怎么回戏啊 怎么没变迪迦呀 奶糖 你个傻子 现在手上的变身器 已经变成石头了 迪迦也被封印在金字塔里 只有收集11个神光棒 才能再度变成光 召唤出迪迦奥特曼的 什么 迪迦被封印在金字塔里 不行 我奶糖得去解除封印 把迪迦救出奶 那就先闯这个1米的关卡 这关则一直上成跳 就能轻松过关 成功拿到第一个神光棒 1米1这关 就是比前面多的一些缝隙而已 第二个神光棒成功到手 接着1米2的关卡 而前面的关卡 原理是一样的 轻松过关 拿到第三个神光棒 1米3的关卡 就是跳一跳嘛 这关连毛豆小赛鸡都会 这算什么关卡呀 奶糖 你少得色 后面的关卡 就会越来越难 你别到时候过不去 咱那哭鼻子啊 我呸 我奶糖是会哭鼻子的人吗 再说 这种关卡 也想拿到我奶糖大神 我相信 很多新手小伙伴们都能过去 奶糖 你就别说大话了 到时候打脸可不好看 哼 是不是说大话 到时候会证明的 1米5的关卡 嘿嘿 吃个烤鸡 过关 不是简简单单 1米6的关卡 这关只要一直跳 在跳的时候 空气好方向就能上去 上去之后 我们避开传送方块 成功拿到第六个神光棒 然后 是1米7的关卡 这关 我们只要阿兰跳上去 就可以拿到神光棒呢 接着 是1米8关卡保固 哎 这关怎么跟1米7关卡 是一样的 哥哥 是不是偷懒了呀 这么轻松 就让我拿到神光棒呢 1米9关卡 我们只需要等 堂皇出来的时候 能用堂皇跳上去 哎 这里好像可以跳上去 哇 我奶糖发现了 可以轻松过关的诀窍 奶糖 这个方法 早就有人用过了 是吗 就剩最后一个神光棒了 这关 先阿兰跳上去 我们想要通关 就得依靠对面这个堂皇 然后我们 趁堂皇没注意 跳过去就可以了 嘿嘿 现在 我提起了11个神光棒了 可以去召唤出封印的鸡家了 鸡家 我奶呢 嘿嘿 我上来了 这里你肯定过不去的 你要是能上去 我就 这个关 不就是丽王的跳上去吗 这不就上来了吗 对了 猫豆 你刚刚说你干嘛 我就夸你真厉害啊 嘿嘿 那你继续夸 成功拿到了所有的神光棒 猫豆 你看好了 我奶糖 要变成光了 我病 出来吧 鸡家 怎么这么快就赢了呀 我没变成鸡家呢 哈哈哈哈